最后一次 什么最后一次 今年最后一次拍照 对 台湾的天 我第一次升级小舞 各位乘客啊 新鸣江山豪华 今天是一场 整个位置超很多 这个超胖的我天哪 啊 挑了一个靠窗的座位 刚刚免税店遇到观众 这个不知道 我从家跟这什么 可是我现在素颜 我们是张文 因此准备了 我们是张文 因此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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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冷喔 我现在在宏大的一个 算是民宿 今天好像睡这边 因为我明天一大早 就去签约了 然后我就随便订了一间 看起来还算干净 新链都放在这边了 26公斤跟15公斤 真的超级重 我刚刚刚扛到好累 然后我指甲还熬到 我刚刚才终于来我新家了 我刚刚签约签了超久 反正呢 这里就是我新家啦 我的韩国小窝 给大家看这边一进门就有个镜子 之后再来Room tour 我们先来看一下里面 房仲跟不动产的阿姨 有帮我确认房内的物况 我们就先来稍微看一下我的家啦 这是一个干净的 干湿山林的卫宇还不错 大大的镜子 大家看这边是那个溜里台 然后这个是做菜的地方 洗衣机 然后这个拉开来就是直接抽风机 给大家看最原始的 空浪浪的 之后就可以把它补满啦 然后过来看这边是 有一个书桌 这边是LG的电视 然后我刚刚才发现房东有帮我办网度 而且是5G的 所以我刚才办家用网度了 它就含在我的房租管理费里面 我觉得还不错 地暖也是零内的 就蛮不错的 就来开一下 睡觉的地方加楼下啦 整体大概是这样子 我想说如果我喝醉的话 我在这里抵下去超可怕的 但我未来不要发生这种惨案 送来给大家看 这边就是摆床的地方 等下我的床就运来了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台子 算是可以放东西 对 然后往下看就长这样 非常非常空 空荡荡的家 现在开始有一种 就是我真的要在韩国 生活一年的实感 我们等下会来 所以我觉得你要在家里 不需要把我搬上去 因为我头好棒喔 好像也没有什么食欲 先把一些东西拆一拆好了 那因为我是一个绝对绝对 需要灯光 微弱的灯光才睡着人 所以我买了这个一个大灯 想要放在一楼的落地灯 然后楼中夾层上面 我想说放一个小夜灯 这是我在台湾都已经订好的一些东西 好漂亮喔 给大家看这个实体 还有质感耶 是那种水晶的感觉 因为这个不贵 好漂亮喔 一二三 漂亮 等一下看那个雪天的感觉 很美吧 那光照下来超漂亮 終于等到我的床了 終于等到我的床了 我快冷死了 但是我要怎么把这拿上去啊 我想一下 因为我想要把上面消毒完 再去放床 所以我决定现在先去大床 要买一买所有该买的东西 走吧 我终于回到家了 我刚买了一整袋 你们可能看不出来有多大 可是超大超重的 一些洗衣精啊 酒精啊 还有各种打扫用品 我现在真的超级超级超级累 我从昨天下飞机 就现在只睡了两个小时 你们就知道我有多累了 然后又超冷 我又不管怎么用 我都用不出来 我快死了 好累哦 了一个小时 我还是没有办法搬上去 没有任何人可以帮我 所以我今天可能还是 只能睡地铺 我这床店10点前都订了 结果 没有办法睡 我真的心好累 好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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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我的地毯跟毛毯来了 所以我今天就是打地铺这样 嗯 今天是搬进来的第一天 是个难忘的搬进新家的第一天 我们明天见啦 晚安 真的是不好 我大概是 一两个小时就醒来一次 像我这个光线还蛮漂亮 然后刚刚早上更亮 就是还不错的一个产品 然后今天有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我要去买电脑的荧幕 还会组电脑 对 没有电脑等于 也没有工作 好差不多了 整理整理出门啦 跟大家讲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刚刚我同学呢 来我家里把 床垫搬上去了 但是另一个坏消息呢 是 我的 棉被跟床带都还没有来 物流说还要在大概四天 我开学那天才会到 所以 我现在还是只能睡地铺 我还是要睡地铺睡知点 可是地上有地热的 对啊 这边有地热好舒服 还是我以后都睡这里 你来韩国也跟我一起睡地板 那我跟大家说呢 我现在已经来三天左右了 我明天呢 要去参加我的韩国好朋友婚礼 是我非常好的朋友 Emma 如果我在追踪我IG的人 应该要对他不陌生 因为我就是每次来韩国 几乎都跟Emma碰面 基本上这一年呢 我们两个每次都在不同的国家里面见面的 今天终于等了一年多 他的婚礼就要到了 我真的是 很期待 因为我完全没有参加过一国婚礼 然后很特别的是 新郎呢 是韩国人 然后新娘呢 Emma是香港人 算是一个港韩婚姻啦 就是也很期待明天到底会是怎么样 那我们就先边聊天边来保养 因为我最近都在忙搬来韩国的事情嘛 留学真的是我 出社会以来 真的是遇过最麻烦的事情 然后我的心理状态 还有我的肌肤状况都超不稳定 尤其是我皮肤 你们看我来韩国之前 我真的是 焦虑到我的皮肤整个超不稳定 很高兴可以跟Deal Clear X合作 他们呢是标榜所有的产品呢 都可以给极敏感的肌肤肌使用 然后包含像是我现在是一个 很超级敏感的肌肤状态嘛 而且我来韩国之前真的超干的 完全就是要靠它 那我先来讲这个化妆水 这个化妆水呢 是我应该用的第二瓶还是第三瓶 因为我第一次用的时候呢 是我第一次来韩国 就是去年 我就有用过他们家化妆水 那时候我来韩国买的 我超级超级喜欢 你们看化妆水的质地 就是有很像精华液的感觉 我通常会用化妆棉 但是我昨天买的化妆棉 我不是很喜欢 所以我来韩国还没有找到喜欢的化妆棉 我就先用手给大家看 那刚刚说到我一年前用过他们家化妆水 就很喜欢嘛 他们家化妆水啊 还有精华跟乳液呢 真的是在韩国卖得非常好 今天的进入合作呢 就来分享三罐他们家我最爱的包含品 一下他们卖最好的这三罐 那我真的从台湾横跨到韩国 所以那几件事都不间断的用他们家的产品 那刚刚我说过前几个月 就还没有开始用它的时候 浮框超级不稳定 就是泛红啊长痘痘啊各种来 那我现在呢用完之后 就是除了那个比较深的痘痘 还缠着我的痘疤之外呢 你们可以看到我这边肌肉状况稳定不少吧 跟刚刚比 那第一个要分享呢 是这个活水植物精脆水 然后我用的这款呢是清爽款 虽然它是清爽款 但是也是足够保实 而且不会很粘密 第二个例子呢是韩国的纯素护肤品牌 品牌一种只能就是你在舒缓质量的同时呢 它可以解决你的肌肤所有的问题 像是你的泛红 你的敏感啊 干燥啊 全部都可以解决 那刚刚我说这款化妆水呢 就很像精华液结合化妆水 两者合一的感觉 像看我擦上脸呢 就那种肌肤喝饱水的感觉 很透亮 那如果你是很合肌 或者油性肌肤呢 即使你在台湾夏天用 也是不会太粘腻的 因为它这一罐真的是主打 清爽 然后都足够保湿 鼻液啊 或者两夹比较容易干的 我就会多上几次 多上几次也不会觉得很粘腻有负担 而且它洗手超级快的 它可以让你的脸直接超保湿到隔天早上一起来 你的脸完全不会干燥紧绷 那因为现在我刚搬了韩国几天真的很干 但我每次擦完这一罐之后 隔天早上起来都好很多 再来第二个分享的是 鲜能维他命亮肤安平精华 再来就是这一罐啦 我已经有了 剩这边了 这罐呢是我的韩国朋友推荐我的韩国人朋友 反正它就是很喜欢 然后我后来去查才发现这一款呢 常常在韩国断货 就是卖得非常好 维他命顾名之一呢 就可以去黄提亮 然后呢对美白是很有效果的 那我用了一阵子呢 你们可以看到从一开始那样子变现 现在这样子 我的肌肤有没有 整体能在暗沉就有提亮的感觉 然后肤色不均什么的 我觉得多少都有差 因为我已经用了一两个月了 就是整瓶都快用完的状况下 那真的是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个美白精华 因为我在韩国呢 每周我这一年一直往返韩国 那韩国其实有很多保养品 尤其是美白的 我用了其实觉得没有太大的感觉 但这一罐真的有差 而且它都没有很贵 效果是真的我觉得很不错 而且很棒的是 就跟化妆水一样 它跟其他的美白精华比起来呢 它也是属于不黏膩 但是好吸收的 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我不喜欢太黏的保养品 你们看我现在讲几句话呢 其实它已经吸收完了 我脸整个就是超级超级亮 敏感肌的人想要用维C保养品的话 可以很放心使用这一罐 再来第三个要分享的是 暗夜蓝柑橘正经面霜 你看这个蓝蓝的 有没有很常见啊 这块正经面霜也是明星产品 在关注韩国保养品的人 真的是应该对这一罐很熟悉 那我就是用它呢 来锁住前面的保养品的成分 就是最后一步做那种锁水的感觉 那这一罐涂上脸呢 它有那种降温的效果 可以让我正经然后退红肌肤 对我来说很重要 因为我在这阵子 每个月去开一些美容室啊 有时候都会说 我脸泛红蛮严重 就一直都是很敏感 那真的是用它之后改善超级超级多的 那同时呢也可以帮你再补水保湿一次 那这一罐呢 其实也是一年四季都适合的 像我现在冬天用也很足够 那夏天用呢 除了不会黏力之外呢 可以当作晒后急救来使用 所以它就是有降低皮肤温度的效果 那我觉得它降温这个效果真的是很不错 那超级用这三罐呢 就可以完成简单的保养啦 我在这只从台湾来韩国的准备期间呢 一直都是用这三罐来做简单的保养 其实我来韩国定居就是 一开始就用到冬天 我真的觉得我是选在错误的季节吗 我有这种留学地域开局的感觉 重点是室外超干冷 然后室内又超热 现在呢开着地热 我屁股超烫的 来韩国我觉得目前最不习惯的就是 室内外的温差超大 所以我的肌肤状况呢 就会因为环境的因素一直变化 然后他们这三罐呢 就是我从台湾到韩国 各个肌肤状况各个气候呢 都是可以应付得来的非常棒的产品 如果来韩国玩的人呢 记得要去买第二个S他们家的产品 真的真的很棒 这韩国也真是非常热卖的保養品品牌了 那如果对第二个S他们家的产品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点击我的资讯栏去看看 我会再打一个文字版介绍 也会放上连结给大家看看喔 好 下个啦 然后就睡觉了 然后再来睡 然后大家就一起跟我参加韩国婚礼吧 好 那我现在要出发到婚礼现场了 那我们就走吧 好漂亮喔 欸好漂亮喔 天哪 我现在就已经很想哭了 怎么办 好漂亮喔 YG的花篮欸 因为今天的新郎其实是演唱会导演 好快乐 谢谢 谢谢你们多来 谢谢你们多吃点喔 好 谢谢你们多吃点看 看来 今天欢迎大家收看订阅 开始 开始 好 开始 开始 就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來這裡的親自 今天是父親 各位來賓 相信大家 收到喜條之後 都只是拿著郡宗的一款 話說有一天 Emma在我們家的通訊群組問 我那些喜條已經做好了 一共有6款 全給你了 I wish you Stay Stay here beside me This isn't how it's supposed to be Stay Stay 我現在到家了 好累喔 那個週末我打算把我的 雜亂到不行的房間好好整理乾淨 你看我真的到處垃圾 因為韓國的垃圾很多都很麻煩 然後你要是亂丟垃圾的話 會罰很多錢 我也知道昨天才到這件事情 我來之前完全不遲到 所以我就一直很怕丟垃圾 我剛剛就買垃圾袋 然後你要是亂丟垃圾的話 我今天想要把我這邊都打草的感覺 今天一定要死定完 加油 喔~~ 漂亮欸 有個蠻好氛圍的 這就當樓下落地的 今天要提了好包袋的東西出來 現在已經第2、3、1、2、3 我來韓國已經第5天了 我真的每天都被禁電電到發瘋 到哪都是禁電 然後我鼻子乾到兩個鼻孔 都會有血的狀態 真的有夠乾的 那可能會一直看到這件衣服 為什麼會一直穿這件呢 是因為這件是阿恩的衣服 然後是我以前來韓國買給阿恩的 我就把它帶來韓國陪我 穿在身上想念一下阿恩的味道 剛剛發到一個現實的時候 他還說 我就會覺得我來韓國 我趁你也認可 我自己是個徹頭徹尾的醫人 我真的沒有辦法那麼孤單欸 我每天在家就喜歡找那個 強大的孤獨感襲來 我真的是 別人陪我講話我就快發瘋了 真的非常非常需要外界的朋友們 或是任何人來跟我聊天 所以我剛剛坐地鐵 我的衣服上手中沾到東西 然後就有一個韓國阿伯就一直指著 我這邊就講韓文 然後我聽不懂 然後他就摸給我看 就說我這邊只沾了一個紙屑 然後我就說 我就跟他說 然後隔壁的韓國阿伯也是對著我笑 光是那樣我都覺得 你們懂嗎 就一個人在異鄉被關心的感覺很溫暖 那今天過完還有一天 可以把家裡弄一弄 然後明天呢 神送剛剛有打電話給我說 他會把我電腦的螢幕送來 我就終於有電腦 那可以趕快開學 應該沒有人像我一樣在攜帶開學吧 因為我真的好軟 然後再來我剛剛看到的這個 這是在那個 Art Box買的 這是吉卡巴的桌墊 超可愛的 我最喜歡小棒棒的畫畫的臉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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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次就是陪我在韓國工作的 每天的夥伴 因為我剛才買了鍵盤跟滑鼠 因為我竟然忘記到我鍵盤跟滑鼠來韓國 所以我就隨便買了兩個邏輯了 這個是那個 吉卡巴的毛毯 我只想要放在我沙發上 但是我沙發還要一個禮拜後才會到 所以這個我就先不拆了 是不是很可愛 它有很多種圖案 但我覺得這個最可愛 可愛的髮夾 我就一人各買一個 超可愛 吉卡巴彩妝聯名 而且它真的超級可愛 而且我跟大家說 我去的時候是最後一盤 被我搶到 這真的是很值得送場欸 好可愛 你們看它的那個壓紋 你看它的壓紋 真的是超級可愛的 天啊 染色盤就現場其實還蠻多的 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比較喜歡染色嗎 它有可愛的是不同的圖案 然後它的腮紅 應該是有陰影機靠它的臉 很可愛嗎 然後我跟大家說 因為這個衣櫃啊 它真的是頂天立地的一個衣櫃 然後上面我應該是用不到 那麼高我根本跑不太上去 然後呢 但是我的衣服又不會說多到爆 所以這個大衣櫃呢 我決定下面拿來放衣服 但是我衣架還沒買 然後呢 上面我想要拿來直接 這整櫃全部放我的彩妝好 這個彩妝太多了 然後這些呢你們沒看錯 全部都是我從台灣帶過來的 我封不封 很多東西還沒試用完 所以我就決定全部趕不帶過來 大部分是我自己買的 然後也有一些是 品牌寄給我的公關品 我終於看到我的那個電腦了 好感動喔 大家早安 這是我今天 其實要搬沙發進來的這個地方 開學第一天又睡過頭 下課呢 就趕回來用沙發的事情 那我先回來了 再跟大家說今天開學狀況怎麼樣 先趕快出門 剛剛下課回家 剛剛下課回家 剛剛在我的家盤前面有多少大型惡事 我剛剛去吃了晚餐 然後又去逛了Olafian 因為Olafian現在是黏大醋 所以買了一些東西 一小袋而已 沒有買太多 在沙發已經弄好了之後 我要來把桌子跟電腦椅弄進來 然後呢 原本預計今天我的床單可以到的 我的床單 我的棉被 我的枕頭套 結果還是沒有來 我真的不知道他房去哪裡了 害我就是一直只能睡這個床墊加一個毯子 超冷的 應該是 我覺得我的地毯好像可以出來一點 你看看我現在擺上來的樣子 地毯是不是可以再出來一點 我再稍微調一下 剛剛想說因為之後呢 我想要這邊是用自然光的方式拍攝嘛 那我的桌子可能就直接推過去 然後這個沙發一過來我就可以拍攝了 我在想我可能還要去買那個 一個小小的古光門在這邊 然後跟 呃 買一個腳架 對我買腳架 明天可能要去看一下哪裡 有商店可以買這個 這兩個東西 拍攝的東西 今天才學很好笑 就是那種 因為我念的是西江漁學堂 我覺得這個也沒有什麼好不講的 因為韓國的漁學堂就那幾件 大家看多快 有在關注韓國語學堂 都知道我就念西江 那我會學西江 那我會學西江 就是因為他的口說是最有名的嘛 然後呢 我們一個班級大概有12到14個人 我今天呢 我們班上會有那種table friends 那我的table friends呢 就是一個美國弟弟 跟一個挪威弟弟 然後他們分別19跟20歲 我就問說 喔你哪個國家來的啊 然後從來韓國去韓文啊 你幾歲啊這樣 我就說 你們19、20歲嗎 你們要猜猜我幾歲啊 兩個弟弟真的人很好的 就說嗯 12、23 然後我說沒有啊 我28歲咯 然後然後就 28? 真的嗎 謝謝啦 我真的是 到底在說什麼 19歲 我覺得離開學校那麼久 就是出社會工作那麼多年 然後再重新回到學校 讀一個新的語言 是真的蠻酷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今天就很開心 目前真的在家無聊到發慌 就是都沒有人跟我聊天 我就只能一直跟阿恩講視訊這樣 那我到學校的話 就蠻多人可以跟我講話的 就可以認識很多不同國家學生 像我今天還要認識到 法國啊 泰國啊 加拿大 覺得蠻不錯的 因為我就是不想要拉韓國 我都已經 這麼刻苦的拉韓國一年 我還要講中文 要講就是 盡量講英文和韓文 在輝文和韓國一年 沒有說話啦 May I give you some thumbs up 是可惡的 然後我去說 一句話 我都不會打得到 我都不敢按摆 你了 我現在一定要按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